怪 梦 笔 记 他拿了一支原子笔,在那纸的开口处画了个叉叉,又在另一个洞的开口,画了个叉叉,接着说道,这就是那神秘的地方,然后他又将第一个画的叉叉,用橡皮抹掉了。我心想,这支原子笔的墨水是可消除性的。所以徐老师才能将叉叉抹掉。然后我们齐声说,我们还是看不懂,也想不透这个秘密是什么。于是徐老师拿了一张,看起来是世界地图的地图来,解说道,你们看不懂。 你们看,这是从地球一上扒下来的图,我们把它安排成一个平面。你们看,在大西洋的地方,会有四个洞。这四个洞就是那神秘的地方。我插嘴说道,那么是那个失落的地平线吗?也跟百慕达三角洲有关系吧。然后,徐老师就问,你们聚会时要演奏什么乐器呀? 语音未了,只见徐老师拿起了一把玩具电吉他,接着说道,我要演奏这个乐器,我们听了都在偷笑。有一人说要演奏吹销。我想,我只会弹尤克莉莉,而且只会弹那一千零一首的那一首。 到时候,我就带着我的尤克莉莉来吧。然后梦就跳到一处,我在修理二楼的水管,但是缺了一个材料,于是就下到地下室去找材料,不说没找到材料,但说我突然又想上厕所尿尿了。 然后,我就将厕所门演了,哗啦哗啦哗啦尿浆起来。不料一个黑人女孩闯了进来,吓了我一跳,还好我演名手快,急忙拉上了石门水库,还好没伤到宝贝尿尸一裤子。 只记得梦又跳到一个教室里,里面一排排座满了人,像是在上班,又像是在上课。教室里有个咖啡机,咖啡壶里已经没了咖啡,老板拿着一个杯子想冲咖啡喝。 我往教室前排走去,坐了下来。旁边一个同学问,你要读个材料科学博士吗?我想,我都这么老了。 于是我回答道,我都已经有一个了,我的博士是旅游玩乐的博士,我不读了。 我的儿子现在正在读。我让他替我读个材料科学博士就好了。 我要是有石膜想法,石膜idea的,我就告诉他,让他将来研究出来。 呵呵呵呵,然后突然听到,蹦的一声我就被吵醒了。 大概是气温变化,房子木板热胀冷缩,发出的挤压声。 因为地图的神秘四个洞,所以我就记下了这个梦。 好,这就是这回的怪梦笔记。 喜欢的话,请订阅,按赞,并转发。 谢谢。 我们下次梦中再见。 拜拜。